主上 算了 現在應該感覺體力啊什麼有比較好啊 不會好像使不上力啊 那因為現在我們有一點體力 所以再來做一做靜坐的前行 那靜坐前行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其實就是要讓你全身去動 等於把它騷動一下 擾動一下 而且是也為你的靜坐能夠做得好做得久做準備 包括一些這些動作 其實是會有幫你的腰啊 腿稍微拉一拉的作用 那最主要就是透過譬如說抖身搭它三身 讓身體徹底的甩一甩 就是把它破壞它原來的樣子 那當然我們本來還是有平衡的狀態 但是那種平衡不是真平衡 那你甩至少可以改變一下它 我想我們身體真的兩邊都平衡的不多 大部分都會一邊比較有力量一邊比較多 因為我們生活習慣的關係 那藉著這一小動作讓它甩一甩 等一下你做的時候其實更能夠更方鬆 那三吐濁氣呢其實就是要你去壓內臟 去壓它 然後把裡面的濁氣給吐出來 那這個當然有好處 比如說我們有些人其實那個呼吸可能都有味道 會有口臭 尤其我們如果不吃不喝 那個虛活一上來 會覺得那個口臭就很嚴重 其實做這種動作也是等於是把裡面的廢氣 稍微把它吐出來 把它哈出來了 那九戒佛風上次有講 其實就已經在開始慢慢準備要進入靜坐的狀態 就關起我們身體裡面的三條脈 右脈 左脈 中脈 右脈是腹脈 左脈是母脈 中脈就是自性脈 也就是白色的脈 紅色的脈跟藍色的脈 那這個當然跟我們的生理裡面的關係有關 其實你要身心隨時保持著很平衡 我們可以這樣講 一個最棒的人是男性有女性的功德 反過來講 女性有男性的功德 只有純男 純女 那功德都只有一半 都只有一半 一般呢 我們可以講說女性比較有智慧 男性比較有行動力 方便 隨便 就比較隨便 女性比較有智慧的 就太多寡愛 都想太多了 說你有智慧不是要你互施亂想 要想對 說你方便是要恰到好處 不如隨便 那這裡面的那個收射力 約束力 其實就是互補 那一樣我們身體你要進化 我們如果沒有父親母親不會有你的生命吧 所以你自己這一塊 其實還是感恩來自父母 但是不能被他遷就 就被他控制 不能被他制約 還是你自己要有主動性 而且你的主動性不是反叛 不是叛逆 而是用法來引導 用正面來引導 所以呢 其實我們修得好 等於是在改變父母的基因 你們修得好 改變他的基因就在消他的業長 那當然你在成就他的基因 把他好的遺傳能夠發揚光大 這個我想 我們做人家子孫的 大概都要有這樣子的認知跟悅心 那一樣的 我們作為佛弟子 其實也是一樣 當然佛教的是最純淨的 當然你親近的善知識 每一個善知識都有他的優點 也有他的缺點 到底他不是佛 那我們怎麼善用每一個不同的善知識的優點 匯整到了你這邊來 這個其實 我講這些其實是我的 我自己的認知啊 因為在親近這大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也都知道 我要跟他學什麼 他的專長在哪邊 但是我們還是會看到他 每一個有專長人都有缺點 每一個專業的人都有盲點 那我們修行就要取那個 又有專業又沒有盲點的狀況 我們才不會有問題吧 所以修行是不斷地 從這個對跟不對裡面去抉擇 然後去把它過濾吧 那不可能你什麼都很好 一般身體好的人 不太會想修行 身體不好的人想修行 但是條件不太好 這就是很多很mountain的地方 這是沒有辦法的 如果他身心都很好 但是想會動一面去修行 幾乎不大 福報大的你說要他修不太可能 福報小了他希望累積福報 所以他就來修 但是他來修的動機就是想累積福報 所以這裡面當然也就是說 他條件是不太夠 但是這個當然也是生生世世 不斷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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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慢慢地把不夠的累積到夠 所以到最後還是問你什麼都條件都很好 但是你又很喜歡修行 這個我們可以講說有素慧 素慧就已經累積累積 已經有不斷地累積這些福報之良跟智慧之良 那只是順著這樣子的喜氣 善的喜氣喔 喜氣不是通通是不好的 有對的訊息吧 所以我想在座的應該看起來都是這樣子 我看大家身體都不錯啊 福報也都不錯 那學養啊 什麼應該也都有一定的訊息吧 所以我想我們就在這個基礎上 怎麼再突破 怎麼再往上提升 所以一樣靜坐 不能只是在那邊靜靜地坐著 你要有靜坐這個 靜坐就是正行啦 要進入靜坐的正行之前 要有前行 準備動作 就好像你很會跑 當你如果沒有肉身 就馬上衝 可能就馬上出問題 那你如果肉身 比你本來會跑的 跑得更好 因為做好準備了 所以這個就是前行最大的意義 就準備動作熱身 那正行當然就按照要領來 那做完以後 後行就是怎麼下坐 怎麼怎麼 我們都會吧 譬如說跑 衝很快 那不可能 跑到衝的你就 頓然就殺住吧 你還是要繼續往前跑 只是腳步放慢了 力度放鬆了 就這個樣子而已 所以前後行其實也多 等於是整個事情的完整 那靜坐其實也應該這個樣子 但是因為這個前行 它算是比較猛烈的動作 所以不是你每一次靜坐都要這樣做 大部分就在第一座吧 就身心都還沒有準備好的時候 可以先做做這個前行 讓身體醒過來 讓你的氣能夠通常一點 讓你的意念能夠專注使得上力 身語意就身口意都要調整 好 現在我們就把這一座當第一座 我們來做一下前行 首先握金剛拳 握金剛拳 然後壓著吸 兩個吸 全身傾起來挺直 就好像在拉弓拉滿弓一樣 整個變成一個很大的張力 然後就在這個基礎上呢 我們從腹部這邊開始動 從腹部開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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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就有卡一些東西 你如果沒有把它清出來 其實什麼東西一經過它都被污染了 那邊有一個髒東西 你吃東西進去也被它影響 吸空氣進去也被它影響 所以做這個其實也是要把 一早起來就把身體裡面這不太好的東西 把它動一動 讓它有機會出來 接著就山土著氣 一樣是握進攻拳 然後用前面這個地方按淋巴 按著淋巴來 往前壓伸的時候順便 就也是從肚子 從肚子那邊從脊部那邊慢慢的呼氣 好 那上來就放鬆 放鬆等於是又吸滿氣 好 盡量往下壓 好 起來 來 這叫做山土著氣 就是把內臟裡面這個不乾淨的氣 把它吐出來 好 接著我們已經抖身了 然後 已經山土著氣了 所以這時候身體 算是有一定的清淨 所以接著我們就 久接佛風 就是接納 迎接佛的風 佛的空 得那個 空氣 加持力 其實我們中間很喜歡講氣 氣 氣其實已經含了所有的東西 能量啊 空氣啊 都屬於氣 但是我們講的氣 但是我們講的氣 其實反而不是空氣 是那個能力 是那個能量 所以一樣 我們進來的時候你就慣想 這個空氣帶進來是佛光 佛的光 你要想是金光也是可以 所以你想 反正就是佛的大能量 我們進來 所以我們先 按著我們的右鼻孔 然後從左鼻孔吸氣 吸 到幾下式子的地方 我們按上左鼻孔 然後氣呢從右脈 呼出來 剛剛是清淨你的呼吸道 跟食道 這時候就是在清你的鼻孔 清你的整個呼吸的管道 把它弄乾淨 好 再來 吸 按 呼 按 吸 按 呼 然後左手就按著 從右鼻孔吸氣 吸 按 呼 吸 按 呼 吸 吸 吸 按 呼 吸 吸 按 呼 吸 這樣就把左右脈的不乾淨的 通通 去除了 接著呢 接著呢 就最重要的 也是我們意念 創造出來的中脈 那中脈呢 就在我們的密輪跟頂輪之間 這個不是真的一個什麼管 這個不是真的一個什麼管 是一個念所生的管 就是透過你的思 你的思維 你的觀想 所產生的一條你的氣走的脈絡 那其實這個一點都不難 比如說我們前三 本來都是荒煙漫草吧 但是呢 我們去把它開一條路出來 然後你如果不去走 大概一兩個禮拜以後 又是回復原來的樣子 但你如果每一天都有人去走 這條路就清清楚楚了 那一樣我們呼吸中脈呢 你只要每一次吸進來都走這條中脈 這條中脈 別人看不到 但是你清清楚楚 你自己清清楚楚 絕對仕途撈馬 因為你每一天都在走它 那這條中脈呢 跟我們的身跟心 都有絕對的利益 絕對的功能 功德 所以包括我們能不能設心 能不能專注 其實你都可以借這條中脈 因為這條中脈就是你全身的正中央 那看你要用哪一個功能 你如果要調整你的心情 調整你的心態 其實你就把那個注意力 放在你的心輪的地方 輕輕輕地看著你的心輪 很快所有的雜念啊 所有的情緒啊 就到這個黑洞裡面去了 就收拾到裡面去沒有了 那如果說我們要提升我們的精神 就是精神不太好 你就把意念放在你的頂輪 靜一下 關一下那個地方放光 然後做幾個呼吸 調整一下 馬上頭腦就很清楚 那一樣 你如果這時候覺得體力 好像有點使不上力了 有點力不從心 那一樣 你就把你的意念 在中脈的幾輪的地方 在那邊鑽住 然後一樣 鑽住以後做幾個深度的呼吸 馬上精神就來 那一樣的 如果說譬如說我們現在語氣 我發現很多人講話 都常常說卡卡啊 有氣無力 其實你只要 注意在你的喉輪 那一樣的 做幾個深呼吸 然後吞幾個口水 就硬是 用我們說嘴巴 這樣扣持 扣持 那他就會升金 升金以後呢 吞口水 其實就淨化你的喉輪 你講話就不會卡卡 所以這些呢 其實都是一個很善巧 然後都完全不需要發錢的 自己就可以調整的 那你自己 當然不能一次兩次你就做得很好 但你不斷的抓到要領 不斷的去調整 你就越來越有效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 在生活裡面很容易用上的 它是一點都不神秘 但是就是那麼好用 但是懂這種方法的不多 因為不是普傳的 不是隨便可以聽到 那一般你若普傳你又聽不清楚 他在講什麼 也就是太普遍化的說法裡面 其實常常就沒有什麼重要的 你聽起來也很平常 也覺得這個沒有什麼稀奇 所以密法從這個角度來看 還是有它的意義 有點神秘感 但是你真的去接觸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秘密 沒有什麼秘密 不要隨便想像 其實我們都 信仰不明用你的妄想 不明用你的妄想 但是不是要你不動腦筋 要你想對 不是不想 那現在我們常常以為不想是對的 那就保持在不想裡面 那就變成你那個 心活活的心 變成一個空白的心 沒有意義的心 那是不對的 但是如果沒有改變你的想的習慣 又很難改變你的念流 所以當然第一個就是希望你先停停 當然我們要知道它是什麼要停 習慶慣性要停 那不能自主的習慣性要停 這個就是妄想的習慣 要停你的妄想 不是要停你的念想 不是要你不思維了 是要停一下那些顛倒妄想 這個要過濾 如果是有理思維你不能停 不僅你不能停還要加強它 但是你如果妄想不停 顛倒的不停 那正面也提不起 沒有條件提起 所以不是可以想不可以想 不是這個樣子 而是怎麼想才對 這樣 這個就是修行 把不對的改成對的 那不是用對的都不懂 就保留在 這樣是不犯錯就好 沒有 這樣就太消極了 然後積極的把每一個當下都在做對的事 都提正面 所以這也是修行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好 接著我們就要開始正式的静坐 那我們移動移動的再複習一下 第一支 譬如七支坐 第一支加副坐 能夠雙盤最好 不能雙盤單盤也好 不能單盤交叉也好 不能散盤呢 只要坐正就好 其實你如果真的也不能盤腿 那你如果坐一個椅子不要有靠背的 如果有靠背 因為那個靠背要是直的 不能是斜的 要是直的 你輕輕的背 輕輕點著就好 那最好是不要靠背 那腰微微往前挺 我們說過 為什麼屁股要墊高四個指幅 就是要你坐起來很挺 腰就往往微微往前推一點點 它自動啦 你墊高了它自然 腰會往前折一點點 那這時候我們的身體呢 就是直的 不會前輕不會後揚 好 江湖坐 江湖坐可以射手下行氣 第二棟 手等持自己下 可以射手我們的平駐器 就是全身的平衡 陰陽的互動 好 那第三棟呢 就是極直 就我們剛剛的那個中脈 剛剛的中脈 可以保持那個中脈 不是脊椎而已喔 脊椎不可能直喔 能夠直的是中脈喔 但是當你中脈 觀想起來 脊椎它就倒尾 就在它最標準的姿勢裡面 不會側彎 不會側彎 而且你如果順時保持是一個 堅挺的 那個脊椎也比較不容易變形 而且可以保持彈性 所以觀想中脈 對保護我們的脊椎是最好的方法 那更重要的是 因為中脈可以走 面跟氣 所以我們這一生能夠 是不是過得很健康啊什麼 跟面跟氣有關係 如果它是很暢旺的 那要死都難 要生病也難 那如果它有點有點 療障現前 那可能就會有病啊 甚至就死 是命跟氣 肩長呢是要充滿我們的變形氣 讓我們走遍全身的這些氣 能夠很充滿 而不是虛虛的 所以千萬不要寒凶八倍 而是要挺凶 不要寒凶要挺凶 那這個跟道家不一樣 好 然後第五動呢 就頭尾斧寒涯喉結 這個其實在收射我們的喪行氣 比較不會胡思亂想 那第六動呢 就是舌底善額 舌頭輕輕的往上 不要溫力頂 就輕輕的接觸就好 你的上牙齦 那最後一動呢 就是眼睛適宜的適量 就你要張多少 看你的習慣 但是千萬不要往前面看 要往順著你的鼻子往下看 但是又不要用扣不得方式看 等於是眼睛要死地不需要 眼睛完全放鬆 很自然的垂簾垂目 然後看著順著你的鼻端往前看就好 那如果覺得這樣還很難把握 其實乾脆避上 乾脆避上更輕鬆 但是避上一定要避免 昏沉避免睡著 隨時還是要提著神 知識方面已經講完 接著就講呼吸 跟我們的思維 我們的意念呢 不要想過去 過去不思 不要計畫未來 未來不隱 那現在 現前的妄想 現前的意念看著就好 完全不以理會 過去不思 過去不思 未來不隱 現在不理 不管想什麼 我就不去理會 那你心慢慢就真的會驚下來 然後接著呼吸呢 我們就用我們的呼吸方式 我們的呼吸方式呢 就先做幾個深呼吸 那你深呼吸的時候 你的意念跟著你的呼吸跑 那你也可以說 你的呼吸跟著你的意念跑 等於是引導你的呼吸 從兩鼻孔進 然後到幾個地方呢 進入中脈 然後到頂停一下 然後呼吸的時候 中脈一下 從兩 左右兩脈 從兩鼻孔出 這樣做幾次 做到你覺得 欸 我好像 呼吸 跟我的意念 已經慢慢的配合 好像 在一起了 心息相依 心氣合一 這時候就不需要再這樣子麻煩 因為這樣子其實是很 有點耗你的那個念力 所以做幾次就好 等做得差不多 那就可以不管了 就不管左右脈 然後 吸氣的時候 吸氣的時候 就只管 呼吸 從我們的幾輪 幾下 四指的地方 然後 往上 應該講 準確講差不多二指 兩指 幾下兩指的地方 那上來 吸就到頂 那呼呢 就從頂 又到幾 只有整個呼吸 你的意念 只在你的中脈上下 那這個呢 不需要用力 不需要用力去呼吸 很自然的呼吸就好 那這種呼吸呢 你如果越來越自然 越來越自然 其實你也會發覺 那個上下的曲短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因為真正我們整個 中心都在心輪 越來越小 然後小到最後 你如果真的很近的時候 幾乎呼吸不動 這就很容易 有清安的 身心清安的感覺 所以 包括那個吸到頂 呼到擠 其實也是開始 那做幾個 越來越自然 保證你的心氣 它是合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你幾乎就順著 不要再引導了 順著它自然的呼吸就好 但是你吸呼你清清楚楚 好我們就來做看看 先做深呼吸 吸到幾輪 然後觀想氣上中脈到頂 然後呼吸的時候 就從你的頭頂 你的眼睛 鼻子耳朵都放鬆 嘴巴放鬆 頸放鬆 肩膀放鬆 上手臂放鬆 上手臂放鬆 下手臂放鬆 胸臂放鬆 腰放鬆 臀放鬆 大腿放鬆 小腱放鬆 腳踝放鬆 就整個 整個就是一種失重的狀態 你會覺得很輕 就感覺就只有你的屁股 貼著那個坐墊而已 好 再來 吸 呼 慢慢放鬆 感覺到全身鬆掉的感覺 一直看著 一直鬆到 全身都放鬆 好 再來一次 吸 聽 呼 接著 我們就不 我就不再出聲音 你自己去 自我操控 我們是做幾次的生物心 你就會發覺 越來越感覺 這中末 中脈呢 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使得上力 就慢慢把我們的心 引導到 指在中脈 外面一概不理 外面的東西一概不理 外面的東西一概不理 色心 不要用力 當然有時候它腹部很自然的會有一種要湧動的感覺 我們也不去理它 讓它很自然就好 不管有什麼狀況 你就 絕對放鬆 不干預 不去干預它 不去阻止它 好 好 我們慢慢的 將我們的呼吸 由細轉出 剛剛因為你都只是在中脈 為了要變成正常的平常的身心狀態 所以你在恢復做深呼吸 做深呼吸的時候你就會發覺 深呼吸你全身都會感覺得到那一份氣感 到時候都感覺得到手腳啊 什麼都 那個又恢復正常的感覺 正常的反應 那 現在我們來做按摩 就是合掌 虛空合掌 這是碰碰 留一個洞 我們從這個地方哈氣 然後搓 左手搓 搓到熱 如果做得好 搓幾下就有點燙 然後就用這個去按摩你的全身 尤其你覺得不舒服的地方 其實你按摩 這個手 它會自動跑 它自動你身體哪邊需要 它就會往哪邊跑 這也算是一種自動功能 它身體互相會一種互補 互相呼喚的那種作用 好我稍微再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們靜坐坐著好 精神會好 身體會好 就我們剛剛那一種 就所謂內呼吸 我們只管在裡面 但它會自動的從外面引進空氣 那引進空氣 它幾乎沒有外洩 都是在內循環 在裡面去醞釀 所以很快呢 身體就會好像變成一個 有點像氣球的感覺 它是一個自主性的一個循環系統 呼吸系統 那這個系統有什麼好呢 其實我們走的時候 我們要往生的邪惡 外呼吸 停 請問內呼吸還在 那有修的人 內呼吸 會維持很長的時間 這時候就所謂的入定 尤其葬傳的 或者一些修行的大德 他到最後走的時候 幾乎可以整個禮拜不動 身體原色都不會退 我們一般凡夫走了以後 大概一下子全身冰冷 那個就沒有血色 但這些有修行的人 其實他內呼吸還維持著 臉色不會變 不管他是吉祥弱 還是坐著走 其實都可以保持很安詳很穩定的狀態 那整個內呼吸一停 大概就準備 就是可以確定就是往生 那往生到哪一道呢 那看你的功夫到哪邊 你平常如果說 譬如說 念佛想往生西方的 那就在出了定以後 就直接化身 就直接到西方極樂世界 因為密教的修各種本尊的 其實也是同樣的道理 他可以自主性的 要去什麼地方就去哪裡 那要達到那個功夫呢 就是你活著的時候 最要有自主性 你念佛念到沒沒沒密 什麼雜密也插不進來 大概就有把握了 你又修密的修到 本尊可以現觀 也照顧有把握 所以 其實好好修我們的生命 是可以自主的 那自主並不是說 一定要去西方極樂世界 但我發願要再來 生生世世在沙坡 學習跟眾生結言 講好聽一點 有機會就可以饒慾眾生 生生世世就這樣過 也是一種願意啊 所以跟你的理解 你對佛法的理解 你對你生命的理解 那就會走出你自己的一條路 不是說一定要怎麼樣 大家都說要去西方極樂世界 那以我的感覺是那邊一點都沒去 一點都不好玩 所以只有不可能發願 往生那個地方 不是那個地方不好 對我來講不相應 就這個樣子而已 因為我還是比較偏向 生生世世就在這邊玩 這邊好好修 這邊視線啊 這邊跟眾生結言 至少還讓人家看到 隨時可以看到 什麼叫修行人 你一定要發這個願 只有你在法就在 你可以發這個願 這個願其實很簡單 為什麼很簡單 你隨時都依法諷詞 隨時都把法擺第一 你自自然然就是法的示範者 因為法隨時在引導你啊 你法為前導啊 那法在你的意啊 意又為你的身體的前導 所以這樣子 修羅我相信 再生就可以示範 走也可以示範 你不要跑那麼遠的路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走啊 你還要跑很遠 去射究今天 還要去哪一個佛圖 那當然就會比較累一點嘛 但是這樣 我這個是開玩笑也不是啊 其實真這個修的好的 都隨念而現嘛 化 直接就包刮這個豬骨 其實他走 馬上就投胎啊 所以他可以寫說 我下一輩子你去哪裡找我 他完全自主性 但是雖然自主性 還是要隨這個業吧 隨這個姻緣啊 你不能太作怪 你還是要入胎 十個月 那個三百天嘛 所以這個都是一樣的 真正修行好的一切 按照一年來不會作怪 會作怪的不是真修行人 不需要 所以有的沒有的神通 其實都是迷人眼目啦 你就做正常人 讓人覺得修行就是正常修就可以 修行也可以變成正常 但是又很自在 這不是很好嗎 我為什麼要走那個 就是比較偏的路 走 你要不能走的路 不需要啊 所以 我們學會要 當然看我們的理念啦 看我們是怎麼想的 那你就怎麼去做 就不斷的去 按照要領 按照因緣 慢慢 除被那些 你要達到的境界 所應該有的因跟緣 我們就在做這些而已 那當然我們知道要具足什麼因緣 才能到那個境界 所以我們就不斷的 不斷的做 好 那時間到 我們回想 恩 阿 呼 恩